Hello,大家好 那之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功能 现在我们再来实现一下编辑关于剪切复制和粘贴这三项功能 好吧 那我们当然想到我们如果要学习这一块的功能 要写出这样的功能 我们会去查关于text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操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打开官网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 就是我会去打开官网去搜一下text这一块 那么搜了这个text这一块 我告诉你 你会发现你找不到相关的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text本身所提供的一个功能 而是一个系统级的功能 而这个功能叫什么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功能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叫做event generate 就是event generate 叫事件生成 我们想象一下 在我们的tkenter里头 实际上我们是有三种的这种事件的触发方式 对吧 用函数的方式 第一是band 对吧 是用band的方式 然后第二种是什么 protocol 对吧 协议的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比方说windows 20的这个 这两种之前都给大家讲过 但其实还有一种 就是立刻去触发一些系统的这样一些事件 比方说粘贴复制 就这样的一些功能 那这是第三种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那我在这里头去找找 我在系统里头找不找到呢 我会告诉大家 在tkenter本身的话 是不太容易去找到的 刚开始 我一直在去研究 怎么样去实现这一块 后来我去百度上找了一下 但百度上的文章很垃圾 就是找不到什么我想要的这些答案 因为我想知道出处是在哪里 然后最后我才发现是在哪 是在tk库里面 在tk库里面 它有相应的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叫event generator event generator 它会告诉我们 比方说我们要实现一个粘贴 就用一个paste就可以了 用两个尖括号给它括起来 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命令在哪呢 我们在上面来进行查询 什么clear,copy,cut,paste等等 还有redo,undue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来进行一个实现 拜拜 所以这块就是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吧 所以那有的人就会说 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stack overflow上面查到的 那你怎么会知道stack overflow呢 这里要跟大家提一个小方法 因为我是上的google 我上google去搜索了 关于tkenter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去搜索了关于tk库相关的一些内容 当然很多朋友会说 我们在国内google被强调了 我们确实是没法去访问google的 对吧 我们没法去访问google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 我推荐大家一个翻墙工具 就是vpn 叫expressvpn 这个就车远了 我在这就不说了 比方说我这 对吧 我这就用了vpn去翻到美国去了 就这样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 当然stack overflow作为一个技术的查询地 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建议大家都去研究一下 就是用google翻墙去这边去查你想要的资料 好 我们回到这 那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来做了 好吧 那我们现在来定义一下这几个函数 我们先 我们实行 比方说我们要实现一个剪切 对吧 cut 然后global 同样 这个就不用去global了 然后我们的file name是用不到的 对吧 我们就直接textpand.event 你看 generate 直接就有这样一个系统命令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执行cut OK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cut 那这就是剪切完成了呢 我们当然也要一个复制 copy 对吧 同理 event generate copy OK 然后同样的我们再来paste 粘贴 paste ok 好 当然还会有一些像redo undo 我就copy复制吧 这样要快点 redo sorry redu redu undu undu ok 这样子我们就把函数就已经给它定义好了 那下面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关联起来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找一下 比方说撤销 command mend 等于 撤销应该是什么 undu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这儿重做 command 等于redo 嗯 这个ok了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剪切 command 等于cut 那同理 command 等于copy 同理 command 等于paste ok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好吧 把这个就给它关掉 重新来 ru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 我先写一段代码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来点一下编辑 撤销 是不是实现了 果然实现了 我们再来一个重做 又还原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选中这一块区域 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来做一个复制 好吧 ok 我们再往下翻一行 再实现一个粘贴 实现了 对吧 我们再选中它来一个剪切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粘贴 再来一个粘贴 你看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所有的功能 所以其实这个功能实现还是蛮简单的 对不对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要讲一个概念 就是event generate 就是事件生成 而在它这个事件里头 就好像我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事件 button-1就表示鼠标左键点击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约定的方式去实现的 对不对 所以这点也是TK酷比较傻的地方 比较傻的地方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项目 到这儿 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大半的功能了 下面我们只需要再去实现一下 查找和全选 而这两块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那好 那这个内容 大家练习一下 下一课我们继续